再来关注7月5号的下午 电影《倒是下山》的剧组 几乎是全阵容亮相上海大学 和这些在校的学生 进行了一次应后的互动 除了陈凯歌的太太陈红 因为连日奔波 导致皮肤过敏 没有办法出席见面会以外 像郭富城 张震 林志玲 王宝强等主演 全部都来到了现场 当天王宝强 郭富城 像连体婴儿似的脚步一致 随后张震也带着林志玲 先后亮相 但是在戏中明明 郭富城和张震才有大量的对手西洋 小兵估摸着身高决定了走位 毕竟当大家一同站在台上 我们才惊讶地发现 郭富城竟然和王宝强一样高 大长腿张震 则和穿了高跟鞋的林志玲一样高 此情此景下 当大家起哄同为男神的 郭富城张震来个拥抱 台上的郭富城 毅然将头转向了身边王宝强 而大概意识到这样子对张震不太好 随后郭富城才挪步到张震旁边 不过很明显 这时候天王的手伸得好吃力 识相的张震赶紧走到王宝强的另一边 不过如果你看了电影就知道场上的局面远不是身高那么简单 电影中郭富城张震一同修炼原基数 以至于成为生死之交 这份情感让王宝强都在一旁起哄 而谈起角色 郭富城张震也总算兄弟其心 除了郭富城和张震 现场观众对于林志玲范伟这一对搭档的热情同样高涨 而两人的表现也算是福气同心 上海大学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志玲姐姐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范伟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话吗 中国有句俗话说的是 富差富水 此前林志玲在不少场合透露过和范伟演对手戏的微妙情感 此次大学生将问题刨给了范伟 你可不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 在你和志玲姐姐演对手戏的时候 就是那大约一分钟 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谢谢 我在跟志玲姐姐拍这个戏之前 我跟她深深地说了一句 志玲多有得罪 我大愿别得罪大家 当主持人追问这场戏拍了多少次 两位当事人不知道是五味杂陈还是如是重负 绝对一条过 颜看林志玲范伟 国富城张震如此强戏 电影中原本的第一男主角王宝强反而变成了配角 对此导演陈凯歌表示 由于电影删件的原因 王宝强原有的感情线不能完整地展现 说起这个陈凯歌当场道歉 本来这个声音是他们两个的孩子多少年以后的叙述 王宝强和董奇之间原来有更多的一些戏 对于给大家造成的困惑 不过导演陈凯歌除了宣传自己的道士下山之外 此番来到上海还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接受来自上海大学电影学院的邀请担任院长 对此陈凯歌表示一开始自己是拒绝的 当然其中加了多少特技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当陈凯歌在台上正式接受五年的首轮聘期 他的表态质地有声 陈凯歌能有这番话 必然是了解眼下许多明星的挂名教授都虚大于实 因此当记者问到陈凯歌具体的教育措施 以及如何让上大电影学院在全国120多所同类型的学校中脱颖而出时 他言简意该提出三点 其中自己会亲自讲课 无疑最受人关注 我一定会走上三十讲台 我会亲自讲课 作为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的扛顶人物 1984年的黄土地让陈凯歌一鸣惊人 但是最近正在上映的道士下山 却像极了陈凯歌的艺术人生 俗话说 上山容易下山难 电影中 因比武大获全胜的道士王宝强 被派去下山体验红尘恩怨 没想到却卷入一桩桩是非 让自己都一度无法抽身 这样的体验正如当年 陈凯歌凭借霸王别机会当临绝顶 又何曾想到会有无极式的遗落千丈 你永远也得不到别人真心的爱 就算得到你 也会马上失去 因此眼下长进得失的陈凯歌 无疑把姿态放低 他表示自己愿意同学生共成长 这份执念和道士下山里的何安夏 如出一辙 扫了 扫不完 一辈子也扫不完 他还扫不扫 扫 我只是想跟在座的年轻的朋友说 我和你们当时学习 行文在线 上轮在你们的